大家好 欢迎回来《芒向编辑部》的《笑声芒新闻》节目时段 今集有我许珊 另外还有我们的易得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今集回来了 说说黄芯永和黎曼两个终于拉着天窗 相当多的媒体 立即帮他们很高调地宣传和报道他们这个低调的结婚 开心 公平一点说 其实他们两个对于自己的婚事从来没有高调过 对啊 为什么不高调啊 结婚是人生大事啊 是不是 应该是 说了给别人知道 叫了全媒来做一个巨大的采访 似乎是吧 始终都是明星啊 是不是 哈哈哈 又是麻烦一点的 始终黄芯永过去有一个人生很大的污点 如果今时今日终于可以跟黎芯安心出嫁 两个拉着天窗 是 没有事 所以你说低调一点都没办法了 唉 都知道了 不要说叫到人来先 例如你说正正常常的摆走的话 不就会有男家女家的亲朋戚友来的 对啊 是啊 是啊 有一些小孩子就乱说话 咦咦 为什么旁边的那个不像许智安的 哈哈哈哈 那是好玩啊 哈哈哈哈 就是坏的 是啊 对啊 给别人的感觉不太好 如果例如黎芯他父母 就叫了亲朋戚友来的还是怎样的 哎呀 个个都可能指着黄芯永在那里 咦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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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你想想 假设像一般的摆酒那样 不是有些什么針茶那样的吗 对啊 没错啊 老爷奶奶喝茶那样的 老爷奶奶也算是喝得下这杯 例如那些什么七二婆 哎呀 这些就麻烦了 对啊 这些三姑六婆那些 可能黄芯永針那杯茶给你 就是又不想喝还是怎样的 我怕有些呢 如果是郑秀文的粉丝 或者是信教那些 郑秀文不是常常唱那些宗教那些歌 什么 鱷雨亡那样的 再加上呢 郑秀文呢 你也知道了 很多粉丝 哇 转杯茶喝下去 喝下去 黄秀文就死了 是不是 不会吧 不会的 别吓我 我怕了 忍不住 那就麻烦了 哇 等了今天很久 要人情了 扔给他 你说你是沙包嘛 我喝不下这杯茶 哈哈哈哈 那不会的 这个世界没有这些疯狂的人 我觉得 随随可能有精神问题才会这样 在这些公开场合 大家都会保持一个风度 不会突然发疯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元朗的低调的婚礼 所以是有原因的 是吗 需要低调 有一个可能是 不是什么暗黄 什么暗蓝 暗红那些 可能暗暗就是郑秀文那些粉丝 混入了这个低调的婚礼 哇 到时才会爆发的 起码都不会被记者拍到 是吗 就是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看到 他们两个真的很隐蔽 我们看一看上片 据说呢 就在元朗一些 不知道包过场那些还是怎样的 挺好的 来到的朋友似乎都相当熟了 有什么小肥 什么黎曼那些队友 六号还是怎样的 有些不太知道哪位的就没什么所谓了 不如我们看看其他相片吧 好啊 这个小肥 还有这位呢 这位不知道哪位 这些可能真的要好朋友好朋友才可以让他们进去 不过呢 也是的 网民只是留言都相当夸张了 祝福一下人就好了 所以我们应该要学马国明的大大方方 看到他在昨天出席了一个TVB的节目巡礼2024 有记者走去问他 你知不知道黄新泳结婚啊 他结了啊 还是今晚结婚啊 他又怎样回应呢 他就说捉他白头到老吧 甜甜蜜蜜的 没办法了 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那倒是 他觉得有点点 我想都没有联络了 很久了 再加上可能他一想起 一听到他这个名字 黄新泳这个名字 他都可能心情上有很多矛盾都未定了 所以在表现上都会认识的 我认为都正常的 这些真的帮自己写定一个 剧本出来或者对白出来 自己演练一下是怎样的 不过也是的 我们看到近来他不是和汤诺文去了 法国那里拍婚拿相啊 又说玩啊 还是怎样的呢 记不记得吗 我启示 冷淡 黑恋的姿态 就对着这个无奈的马国明 他可能又要想想 糟了 我应该怎样说 什么表情 什么语气 那汤诺文才不会发脾四 如果不然就很严重 真的没办法了 好了 我们说完马国明 我们又看到网民留言 真的相当精彩了 有些人就说王心泳就用动物来形容他 说 喂 哇 狐狸也会结婚吗 哈哈哈哈 这么高的 有些人更离谱 一天是狐狸精 终生都是狐狸精 神经病 哈哈哈哈 有些人都很好的 不是每个网民都是这样的 有些人照抄 也是很行的 希望他白头到老 然后有些说 捉他白头到老 很快啊 黎曼就会戴绿宝 哈哈哈哈 哇 真是笑到我肚子都乱了 对了 人家没绿宝带 捉人带绿宝 我觉得这样说 就真的是黑心的 这么难得 王心泳可以上街吃井水 哈哈 黎曼又找到他的滋爱 整件事都是很美好的事来的 只不过 王心泳在很多年前 是做过一些错事而已 不过又 说是话 我反而更加关心许智安有什么感觉 又没有人去问他们两个 应该问郑秀文 哈哈哈哈 接着什么许智安 如果找不到郑秀文 找梁汉文也好 就是和许智安是朋友 有几个都是朋友 好像和郑秀文也朋友 好像N年前唱的火烟洞 嘎嘎嘎 哇很多年前 好像有三十年前 哈哈哈哈 你没听过这首歌 还有听过这首歌 都可以留意一下 什么来的 火烟洞感 还有江呼声 可不可以问他 后来都觉得打冷真 哎呀 觉得自己都很老 火烟洞感 还可以提 不过继续说一下 有些人是坏的 就是说 这个黄秀文 想着之前 不是唱过什么沙包 还有怎么知道 什么 Cround Me 还是什么 Cround Me 那些歌的 唱完之后 都没有什么起色 唯有 没有起色怎么办 哎呀 黎妈也要先吃着 是不是 不不唱 即拍到黎妈这个码头 那就算了 做了人妻 那就安分手己 就算了 是吗 应该是 不知将来是怎样 他叫黄芯荣 我相信他都应该是 会安分手己 再加上过往经历过 这么大剂的事情 就算不安分手己也好 都应该会更加保守 更加密实 不会那么容易 被人知道 会不会这样呢 这样如果是就糟糕了 因为我们常常都会记住一个故事 就是蝎子要过河 当然我们不是说黄芯荣 还是蝎子 又狐狸又蝎子 又这个故事 对了 为什么呢 不要怕 有一天蝎子想过河 他不懂流水 他又见到乌龟 他又跟乌龟说 喂乌龟乌龟 你可不可以再买我过河 你自己也游过去吧 然后乌龟就说 蛤 不好吧 一会儿你骑上我的龟壳 就过河了一会儿 一会儿你泡我 那我就死了 那蝎子就说 怎么会呢 我泡你的话 那我也一起泡死了 蝎子就想我又好像是 然后就叫他 那你上来吧 一起游泳 然后游泳了 突然间 哎呀 就是乌龟觉得自己 麻痹了 然后说 喂蝎子 你又说不泡我 啊 我都不想的 因为我真的忍不住 这个就是蝎子的本性了 所以为什么 那些人说他一天是狐狸精 终生都是狐狸精 他会不会有这种蝎子的本性呢 不会吧 就算明知浸死也要刺下去 是 我是有一个良好意愿的 我应该认为他不会这么做的 是不是 这么难得 上街吃井水嘛 没理由倒自己米吧 他是不是只是蝎子呢 我不认为是 这纯粹是个人感受 没有人感觉而已 希望他不是 就是有时候人的东西 可能你想吃石斑 经常看不起泥蝎 但是可能 有时候泥味 是否要加果皮 可能当你摘着摘着摘着 原来泥蝎都挺好吃的 很棒的 可能我们不懂得欣赏 就是了 他懂得欣赏就行了 没事的 台阳所说 现在在井里 都可以吊一条泥蝎上来 那就算了 就是了 挺难得 还想这么多 真的有趣 真是精彩 好了 那我们还有一个点 要说一说 就是大家看到画面 王森永和泥蝎 一起给记者拍摄 拍摄 他们怎么摇着手 还是怎样的 这都恭喜了 泥蝎 很坏的那些人 这么快就会找到 戴绿母 有些人帮他戴绿母 这些我就觉得很不应该了 就是人家大喜日子 那我先说一下 为什么说马国明 恐怕会再受到伤害呢 因为我们较早前 也看到这个小器 汤乐文 或者这些黑面神 那些 就是在名店 对马国明 那我们也看到报导 就说黄森永 这件的婚纱 哇 原来大有来头 是吗 是 就是我们经常都说 Action这家 我们认识了铁 台阳你觉得这件 婚纱好不好看呢 很好看的 不过穿在黄森永身上 就差点了 你看看 大家看相片 旁边的模特 穿这套婚纱 是突显了 整个人的线条 但是 在黄森永身上 就好像 穿了一点 对了 差很远 哎呀 哇 所以有时候的东西 是好看人的 你就算买一套 多贵的婚纱 你个人 穿得不好看的话 都是弊异的 这件婚纱 原来是好贵的 是吗 是啊 我们看看价钱吧 哇 5490磅 磅啊 不是港币的 特了价 原价7520磅 是啊 哇 限了 差不多2万元港币 适合吧 是不是租的 不是买的 只是租的 不行 哪里租啊 怎可以啊 一生人一次嘛 既待都要好 你就穿一次 哇 台湾你这么黑心的 你上去穿多次 哈哈哈 跟谁结婚啊 不知道 不可以这样的 是不是呢 那我们再看回 整件事 如果 现在 成为了 新闻的焦点 有些人就 贴赞 黄森荣 哇 真的很懂省啊 趁特价才买这件衣服 就是这件婚纱 是啊 五万多元而已 黎曼比 哇 大哥 他打鼓打鼓手都远了 不知道打多久才打到 成两万元出来 哈哈哈 就是 省了两万 你以为自己有很多吗 你真是想一想吧 哇 老实说 这些什么黄森荣 就是买这件婚纱 如果 你想想 低调的婚礼 都穿五万元的婚纱 即是港币五万以上 那好了 接下来 汤诺文 如果你是他的话 你会买一件什么的婚纱呢 汤诺文 当然是至少十万 你怎么可以 衰比黄生命看 所以马国荣 我相信他是负担得起的 还要是 范国明司出的 不是这个 英国烂鬼 不知道什么 在做这件 买到这么鬼死贵的婚纱 还要特价的时候才买 当然是不同一点 不可以衰比他看 必定不能衰比他看 到时最伤的 都真是 马国明 虽然 可能你会说 真的很伤 哇 在银包里戒一刀 刚才台英所说 穿一次而已 可不可以便宜 有空可以拿出来 在家穿下的 还是怎样的 扭下扭下 或者隔几年之后 看看穿出来 会不会胖了瘦了 腰部能否塞下 都可以 可以的 你说再穿一些公众场合 或者穿出去 你不会的 你以为天药有情 不会的 不会穿出去 买早餐 不会的 所以这件事 想起来 都真是挺贵的 老实说 我认识有朋友 他的身形 是不错的 N年前 也做过模特 因为后来 从商 他就没有再做模特 呼吸自己的形象 他结婚的时候 拍的婚纱照 就去了布拉格那里拍 我看到他的照片 真的拍得很漂亮 他又不是找什么名师拍的 好像朋友的摄影师 跟着他拍 就算是可以的 我看到他 你这几套婚纱 你多少钱 他说是淘宝的 淘宝东西吗 很帅 帅女儿 虽然他的老公也有钱 但是他觉得 淘宝货 我穿得漂亮 那就可以了 在背部 弄多几眼的扣针 让他扎着腰 就更健康 就不需要像黄森泳那样 哇 五万人 我穿完之后 我又感受不到 那种有五万人 升了那种气质出来 不知道大家觉得有没有 我也不觉得有 首先 为什么我不觉得黄森泳 穿得好看呢 就是他不像模特 大家看看模特 他看起来没有打底 黄森泳是打底的 这一样东西就已经输了 我相信他这件婚纱的设计 就不是被你打底着的 但是 始终亚洲人 对于身体外露方面 就较为保守 再加上 嫁人嘛 没理由被人看了 所以 打底了 再加上 黄森泳的身形 没有模特 线条那么好 他就较为受伤 在这方面也没办法 突显一个女性的线条尾 所以 你看到黄森泳穿起来 就好像 直不掉 但是旁边的模特 就突显出他的线条尾 所以这方面也是 没有那位模特 穿得那么好 没算了 怎么也好 马国荣 再出几个表演 或者再接几个广告 可能在男影的心态来说 就会觉得 给得起 也不是这样洗法 找回来就有血有汗 但可能在女性的角度 怎可以 一生人 怎样都要漂亮一次 我要做主角 这个主角还是不同的 自己付钱 给吧 不怕 马国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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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